還沒看到正面 但是光看這個身材已經 賺爆你的心的電車 賺爆你的心 好帽喔 你穿這樣子去上班的話 所有的師傅都一直在看你 就不用做工作啊 我真的有在公地遇到變態 穿超拍人生 我是主持人超哥 這是我的好兄弟文哥 嗨 大家好 後面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最新的一個副業 對 這就是我們西門町 超派炸雞未來的總店就在這邊 怎麼有點像夜廳啊 喔 其實 我們一決定要開 這個風格在我腦海裡就出現了 因為我們就是喜歡 桌子會發光的地方 所以我們超派炸雞的桌子 會發光嗎 喔 對 對 那一定要 必須的 必須要會的 來人的快樂就是這麼簡單 我一來 我一看到那一位水電工 只有覺得說 為什麼今天我要帶我老婆來 對 我們先幫你看大嫂在哪裡 你剛剛走不要 真的 OK OK 所以這個是我們今天 發到的一位工班師傅玩的 對 太驚豔了 我覺得直接壓過我們的炸雞也怎麼辦 嗯 那以後等我們開業 叫她來炸炸雞 我也覺得她可以來炸炸雞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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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我們的工地女神 來看一下她長得究竟有多正 OK 超派 還沒看到正面 但是光看這個身材已經 嗯 哈囉 美女 蛤 蛤 蛤 你吸掉了 嚇到 嚇到 這是節目效果嗎 真的一個水電工 身材有一次喔 對 掉一隻板手朱來 是會拿 大家不要緊張 我本身呢 是一個汽車維修員 這個班子呢 是我用來上螺絲用的 很合理吧 美女叫什麼名字 我叫愛麗絲 愛麗絲 木遊仙境的愛麗絲 這麼漂亮的女孩子 她當她講話 很有效果 妳知道嗎 其實我本來就是還蠻 那個內向的啦 本來蠻內向 妳信嗎 我不信 我覺得她是很開朗的女神 我們先介紹一下 你身上的裝備 喔 我身上的裝備 這個的話就是電鑽啊 鑽爆你的心的電鑽 鑽爆你的心 好猛喔 鑽爆你的心 妳知道我們每個男生 身上都有一把電鑽 喂 喂 好我們最基本 只要水電 如果很會做的師傅 基本這一把就可以了 Penji 對Penji 就是鋼絲錢啊 一隻打天下 水電的天下 必備 對必備 必備 再來這個就是波線錢 它有分不同的尺寸啦 啊Penji也有不同的 小巧思 對小巧思 你不要看它長得都一樣 但它的用法不一樣 等一下我們現在要賣工具嗎 不是不是 厲害的師傅 一隻就夠 對 一隻就夠 那麼多次啊 因為你是 沒有我多厲害啊 不見得技術比別人好 但工具要用的比別人好 沒錯 這就要說就對了 你們看他身上都沒有哈東西 這才是厲害的師傅 都是學徒在哈工具的 然後師傅要什麼 欸 遞工具給 欸也對啊 我就這樣伸出來 他就知道我要說 來 所以這個背心是工地都要穿的 一定要穿 不然會被開發單 我喜歡這個設計 它背心是王眼的 你知道嗎 我們去有些地方 那個也會穿薄紗 王眼 我們對透明的東西 比較有興趣 這個是有反光的作用 因為工地沒有燈嘛 所以可能 他們晚上的時候 會帶一個頭燈 對 有時候是沒有活電作業 這個場地是黑黑暗暗的 然後就要帶那個頭燈 然後就比較好使作這樣子 對 美女說什麼都對 我其實也沒在 一定在講什麼 工地怎樣 干我屁事喔 我又不會去工地 我家裡還有我的會手 也需要施工 需要施工嗎 OK啊 師傅在這啊 如果是我的話 可能會爆炸 你不能送電欸 一送電就是 發股 不是啦 曹哥 我們炸雞店的進度還是要 對齁 靠腰 讓我們炸雞店 對 你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剛剛在做的好不好 我們剛才貼燈條 就是招牌的燈條 所以到時候這邊這一面 就會在中一個招牌 什麼雞排 什麼啤酒 這很簡單吧 很簡單的 蠻重要的 但是還是你來做好了 交給專業的來 尊重專業的 好 對 大概就是這樣 很像那個 百葉床 對 百葉床 這其實也可以當百葉床 你信嗎 我信你個鬼 還會自己 他不用 他怎麼有一點吹聲啊 他不用讓你回答 我超哥 這絕對是中一個人才啊 人才 其實我貼完了 他不然你們去喝下午茶啦 我在旁邊坐這樣 對啊 看你們要去哪裡 不能送電 這只是裝飾了 送電會爆炸 對啊 他本身要送電 我跟他 這是我的電 要爆炸好不好 這個到時候開始送電之後 它就會亮了 就像後面那個廁所 那紅燈那樣 燈都會藏在你們的招牌裡面 沒錯 那可以跟老闆報告一下 現在這個裝修的進度嗎 現在的進度就 快收尾了 後面的這些招牌 那裡面就完工了 我們超有效率的 對 你好好做 我腦海一直在浮現送電 然後爆炸的這些事情 你快點回火星吧 地球是很危險的 你怎麼會想要踏入這個行業 以前做什麼工作 我以前做健身教練 健身教練做得很好啊 為什麼要 沒有 因為疫情啊 那時候升三級 那時候健身房就直接停業 然後就沒頭路 要怎麼辦 然後就 我就會頭路 你就會頭路啦 因為我們在這房間就是 認識蠻久的 他那時候是我的學生 他是你學生 對 他是我健身房的學生 現在你是他學生 對 反過來 他那時候超我 現在換我超他 對 你不要 你這講話都怪怪的 他超你 你超他 是 哪個超 後來就跟他一起去做 然後做到現在這樣子 就一頭就栽進這個行業 就回不去健身房了 你覺得這個行業 如果做到師傅的話 他的收入還OK嗎 一天大概2千5 2千3左右 獨當一面作業的時候 他一天工資大概是2千5左右 而且我覺得很好的是 你自己家裡東西壞掉 還可以自己修 有朋友東西壞掉喔 那個師傅你去處理一下 對啊 然後他旁邊喝下午茶 他們很有趣 但他們都沒有在做的 對啊 他們都沒有在做 所以你現在每天的工作 就是台北市這樣到處跑嗎 沒有 你就在固定在一個工地工作這樣子 固定在一個工作 因為工地就很 很大了 對 做不完 一個暗場 你可能做就要做幾個月是不是 用年再算 年再算 可能要三四年 就很像大巨蛋那樣子的場地這樣子 可是我們不是做大巨蛋嗎 對對對 他會不會做到那個60歲了 還在大巨蛋 有可能 現在是工地女神 下次是工地阿嬤 做到頭髮都擺了 要給我OB阿姨嘛 對 打給我 打給我啦 我們今天有請他 戴他平常的衣服 來看一下他平常的樣子 換一下平常的樣子 好好 OK OK 餵生紙要準備好了 會流鼻血 應該是不會吧 換啊 你現在換 不會啊 謝謝這位好 不是啦 蛤 這邊是工地 這邊不是酒店 對 要把我平常玩的那套拿出來 對對對 我好期待喔 這比我去酒店 在看台的時候 還要興奮 看他穿那個工地磚 然後說要賺爆你的心 我不知道你們的感覺啦 我的鼻血都快噴出來了 好啦 還好吧 來啊 預備 GO 來啊 預備 GO 你幹嘛去工地上班啦 你繞一圈我看看 你平常穿這樣 我絕對不會在工地穿這樣 絕對不會 會有危險 我們算是見慣美女的 真的嗎 男人你知道嗎 但是看到這種 很陽光啊 我覺得它是個性加分非常多 對 個性加分非常多 對 個性加分非常多 我就喜歡這種 給人家感覺就是很開朗 很舒適 一種很陽光的感覺 你要賣萌的那種嗎 好啊 賣萌的那種 好啊 賣萌的那種 賣萌的那種 大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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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喔 剛剛那一拖是在幹嘛 你是負責搞笑的是嗎 我確定他在工地的時候 應該是那種 你有聽過人臉追蹤嗎 就是他走過哪裡 然後所有男生的眼光 就跟著他一直飄 沒有啦 一直飄 要嘛你就包起來 只剩兩顆眼睛 對 我只剩兩顆眼睛 對 真的 你穿這樣子去上班的話 所有的師父都一直在看你 就不用做工作了 我真的有在工地遇到變態 真的嗎 他怎麼樣變態 他是我們工班的師父 然後我們昨天他是做水的 因為是我們工班 所以他會在我們 休息區的附近 然後他中午可能就會過來說 欸 妹妹啊 我跟你說 是下面沒辦法 但是我上面有想法這樣 然後不然就是說什麼 我喜歡站在你左邊 因為這樣可以離你的心 比較近一點 這樣滿嘴檳榔 然後就 妹妹啊 欸 我喜歡在你左邊 是因為我離你的心比較近 我感覺還滿幽默的 對啊 滿幽默的 我覺得還滿幽默的 應該是因為不夠帥 不是 就是 我沒有辦法耶 真的 就是跟你開玩笑啦 對 只是讓你覺得 可能有時候不怎麼舒服啦 所以你在榮木上面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困難喔 你說跟東班一起工作的部分嗎 因為你算是滿異類的 在這個行情裡面 是滿異類的啦 主要是 我很害怕 工具 那個你知道砂輪機嗎 砂輪機是什麼 左右兩邊就像砂輪機 在插秧這樣子 好 他在切的時候會有火花 對 有時候切它會噴到眼睛 反正是四周圍 然後就會起水泡這樣子 工地還是會有很多 就是意外 因為畢竟環境比較髒亂 然後而且 對 高危險性 對 高危險性 就是可能在工地工作比較髒吧 很多灰塵啊 可是我們都搭捷運工作 搭電梯或者是坐捷運的時候 然後人家就一直這樣子 其實會覺得 你不要通到很髒 對 很髒這樣子 就會嫌棄這樣 對 也不只是女生啦 男生其實也會啦 我不會 我幫你洗乾淨 我到底在胡說什麼 我有老婆 只是說 做這個行業 畢竟比較辛苦 比較勞力 然後會流很多汗 會有很多灰塵 又曬太陽 對 又曬太陽 可是現在疫情 如果要算虛化 為什麼你會選擇留在這個環境 因為我不曉得回健身房啊 為什麼健身房吹出冷氣 我覺得健身房的環境 太勾心鬥角了 因為我覺得在工地的人比較真 就是他們是用感情 就是在工作 因為說我自己的個性 我沒有辦法接受 常常接觸的環境 都是這麼負面的 那在工地的話 他就至少可以很快樂 很直接啦 對 很直接的 可能粗陋 但是單純 去工地就是上班 對 也比較快樂 會有一些上面有想法 但下面沒辦法 我們都屬於上面有想法 下面也有辦法 師傅看到你都會說 撞到你的心 這是什麼意思 喔 那算是我比較前期 在工地的時候 每次在鑽那個螺絲的時候 要把螺絲一直噴掉 然後不然就是 摸到那個螺絲的 對 不准到 對 後來我就想說 不行 一定要把它鎖進去 然後我就說 那個師傅你幫我拍 那次拍完我就鎖成功了 又很開心 所以我就把影片剪一剪之後 上傳到TikTok 後來隔天打開 好多人看我那部影片喔 那部影片就是 鑽爆你的心這樣子 他講鑽爆你的心的時候 應該男生都會接下一句吧 鑽爆你的 突然跳出 這有容易聯想啊 鑽爆你的心 我幫你剪掉 剪掉 但是我不相信 他媽妳們都沒想過 別管我騙 你不是男人嗎 除非你下面真的沒辦法 對不對 平常都會把工地的生活 撥到狗人張對不對 其實現在那個拍到 有點太多人在看 所以後面業主跑來警告 我說我不可以再拍了 喔 對啊 那部影片系列的 都沒有頭 對 真的喔 最高有到 100萬 觀看 我們下次去胡志明拍一個系列 叫 鑽爆你的XXX 什麼啦 去胡志明 弱雅有什麼規劃 全新做自媒體吧 水電的話就跟師父一起做 如果有自媒體的工作的話 就會以他為主這樣子 對 然後自己賣一些工具 他住店賺1萬左右 我會買 紅廠嘛 對不對 你可以考慮嗎 我第一個賣你 好… 1萬1要出門 書不可以就拿起來嗎 老公 你要去哪裡 你看 好難 好難 差不多最後我們還是要確認一下 對 我們超派詐欺5月有辦法 鼓起開幕喔 你覺得呢 我叫文庚不要發他的班 什麼 報告老闆 我們的工程完成了 報告老闆 燈燒掉了 哈哈 欣賞美好的失誤 總是要付一些代價的 是… 最後就拜託你了 好沒問題 簡單啊 你講的簡單 我都覺得不太簡單 對啊 希望我的店可以如期完工好不好 我們超派炸雞 絕對是最棒的炸雞 有最漂亮的師傅 來把這個水電工作完成 各行各業 我們都要尊重 尊重彼此才會讓我們的人格 讓我們的格調更高 而不是互相敵 我期待你出一個 愛麗絲賺爆我的心 我第一個購買 沒問題 我們都有自帶一支人體電鑽 OK 那你可以索螺絲嗎 我想看 我… 哈哈哈哈 看是什麼樣的洞 我…